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来《雪恶城故事》 今天跟大家讲讲香港不同的族群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邪族 十二世纪,中国的南宋时期 经济还算是繁荣的,但政治已经一片混乱了 虽然中原受到金国的威胁,以至生灵涂炭 但位于南方边随的香港,仍未受到中原战火的洗礼 所以自北宋末年,香港已经成为中原氏族南迁之地 而新隔这一大片平原,正正就是这帮中原氏族落脚的地方 包括了我们很有名的邓氏 其实在这个时候的香港,除了一帮南迁的中原人之外 当年的香港也有一些原居民 有些说法是指居山谷者为蛇族,水居者为蛋族 在山里住的就是斜民,即是蛇 他们相传是古内白穴族人的知识,文说是擅长,刀鸽伙众 其实如果熟悉香港地区的人,应该对斜这个字一点都不陌生 香港有几个地方,都是用斜这个字做地方名的 例如有和斜和平斜,但其实斜是什么呢? 上面也提及过,斜是古语族的分支,其实斜是一个广东族字 正字就应该是蛇字 而斜人或者蛇人,无论怎读都好,最后的村落就叫做斜村 沙田区里面的斜村,是不是姚族人的后人,就没有人能考证了 但根据网上资料指出,该村有男性居民说过 该村是一个倾斜的和田之地,于是就叫做和斜 而旧日的和斜分为上下两村,都是一些雜姓人居住 而不是同姓人居住 村里的姓氏分别有南、陈、黄和张姓 其中南氏是客家人,但出处在哪里,连村民自己都不知晓 大多数只能说他们的直观是广东省保安院 浙太宫南源才建村至今,经历过很多年的时间 但由杜丰山上,南氏祖先的墓碑可以看到 是立于清朝、咸丰28和杜光18年 所以相信这条村应该至少有150年历史 村里的村民早期都是从事间作的 都是以中和、菜和番薯等等 同时都会养猪、牛、鸡和鸭 村民都会有斩柴和割草 处理完这些东西之后 就会担出去九龙食或竹园等地出售 亦都会去到大埔 之前有部份村民会因为生计而出外行选 或者去市区工作 但原来这条村一直都没有刺立学校 只是由村里的长者教导子弟读书 去到后期的识学儿童 就会去到牌头、火炭和孝和邪等轮近村落 诗熟读书 但去到今天这条村基本上都已经面目全非了 因为经历过一支时期战火的洗礼 很多村屋都已经被破坏 而敲和斜就是位于山梨地段 都是一条杂姓村 有陈、张和梁三胜 据问陈氏祖月是四川省衍村郡 后来因为逃避战火而不断南迁 曾居于广东省的芷罗、香港青衣 和大埔黄宜坳 而敲和邪的陈氏族人 就是在大约一百年前 由那条村的开村太祖陈二和分支过来 邪族在香港不是一个很大的小数民族 不是占很多数 但原来去年的邪族村里面 都出现过一个去过美国谋生 更返回香港经营人号的人物 还有上环的南北行里面 原来有一定的邪民在里面工作 而这批邪族人都影响到香港的地方 甚至去到今天的地名发展 所以都是那句 不论是昔日还是今天的香港 一直都是一个不同种族、文化、汇水的地方 这是一个古兴階梯 这是一个古兴階梯 靖ато来的